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盖事于居姆居在周四表示 由于后勤安排和安全上的问题 转移和销毁叙利亚化武的工作可能要推迟到6月才能完成 叙利亚销毁介子器和沙令毒气的工作原本应该在3月底完成 但是目前只有一小部分被运送到船上 于居姆居说在叙利亚内战的情况下运送武器很有挑战性 但是相信会在6月底之前完成